大家好 欢迎关注湖坎汽车 我是老胡 这期介绍的车型 大家都认识 这是本田的CRV SUV市场的长青树 这种车市面上非常常见 CRV03年左右就进入中国市场 早期是原装进口 后期国产化 逆经了三代演变 背骨肉的 圆润的 大驼背的 和现在新款1.5T的 这个车在1.5T以前的车型里 2.0的2.4的 VTEC发动机 动力强劲 油耗也不高 品质非常稳定 所以这个车的口碑 美誉度 认知度都非常好 市面上很常见 像这台车是13款 就是在产的前一款 款式也比较轻 13年9月上牌 大连本地一手车 才跑了5万公里 2.0自动标配 黑颜色的车身 我们验过 只有局部划痕补气 没有任何事故 没有大事故 没有水烟 没有火烧 没调过表 这一个很重要 现在的价格不到13万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 这台本田CR-V是以灰色为主的内饰 搭配这种哑光的亮条 质感还可以 毕竟是2.0入门级的自动挡的标配车型 说实话 配置不是很高 我们来看一眼 四门电窗 电动后视镜 然后大灯高I可调 有经济模式 然后有个多功能发向盘 可以控制音响 这个是蓝牙电话 车主自己升级了导航和倒车影像 没有天窗 不做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眼 虽然五年了 成色非常新 基本上烟灰杆也没用过 2.0的VTEC发动机 五速的自动挡变速箱 油耗方面做的还是很经济的 自动空调 总体来说中规中矩 这个车的空间非常宽敞 油耗不高 合资品牌 养护成本低 空间大 油耗低 而且保质率优秀 这个车的养护成本很低 保养一次 因为它是自吸发动机 而且这车保有量很大 维修币价很便宜 买去再用几年 舍不了几个钱 这是一个性价比很好的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 CRV的后排空间还是挺宽敞的 我们看一眼 西部空间两圈 头部空圈一圈零两指 而且座椅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一 可以分开折叠放倒 后空胶出风口 这个很重要 地台高度很平 坐两个人很舒服 坐三个人也没有任何压力 空间很好 头部空间 西部空间都很理想 配置虽然低点 但是盛在车龄短 里程少 车况好 价格也不贵 不到13万 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这一代的CRV 我们管它叫大驼背 第一代CRV后面背个骨骼 第二代CRV 外观比较圆润 这是第三代 为了增大空间 它这个C柱往后玻璃过渡的时候 要比前一代要晚一些 所以这个折线比较平直 不像那个圆 这样空间比较好 但是给人的视觉感觉 就像人驮了背一样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造型比较特别 这个车尾很本田 大家都很熟悉它的造型 我们看一眼 这个车的后备箱容积 这个后备箱容积相当好 不折叠座椅 也有500到600升以上 如果需要 可以把座椅2分之2 分开放倒 这样的话 它的载物空间 能达到1400到1500的样子 这个对咱们家用来说 特别的方便 你拉一个孩子的小叔叔 消息衣机 自行车 比如说家里边用的一些 常见的家具 它都能胜任 这个空间非常好 我们来看一眼 备胎是全子顺铝轮的 所有工具都很整齐 很规整 空间也比较大 黑颜色的车身 也算是主流颜色 款式新 底层少 车换好 价格也不贵 感兴趣的朋友 来看一下吧 好 这台黑色的本田CRV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如果大家对这台CRV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 胡侃汽车 点击并留言 本田CRV 我们会有更多 这台车的资讯 为您推送 请大家关注我们吧